這阿南德的準與不準 我們來做了一個簡單的分析 那預言審準的部分是 2019年8月他預言了 在2019年的11月到2020年的4月 這段期間 會有世界出現大型災難 剛好是講的一模一樣 他用災難這兩個字 他沒有講疫情 他沒有講出新冠肺炎 他沒有 他講出大型災難 那這個新冠肺炎的確在這個時間點 這個時刻就爆發了 2020年6月21號的時候 他也提到日食的陰影籠罩 在這個中印邊境 中印邊境 這個有點準 結果那時候發生了拉達克的爆發衝突 就中國跟印度之間有這個衝突 也是僵持很久嘛 那時候也影響到世界局勢跟經濟等等的 變動也非常的大 那在2020年的12月20號 快接近這個聖誕節的時候 他有提到木星土星的完全相合 地球會出現瘟疫 戰爭 金融崩潰 那那時候的12月20號 剛好是英國爆發了這個變種 病毒株 就是當大家的疫情開始受到控制 大家科學家在研究疫苗 好像快要克服這個新冠肺炎的時候 英國爆發這個變種的病毒株 那的確對經濟來講的衝擊也很大 他這個都是準的喔 我們必須講這是準的 但是我們看到旁邊的表 我還列了幾個不準的 我們來看不準的 在2020年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哇這個就很精準 他講第三次世界大戰 講到了美國 伊朗印度巴基斯坦 結果呢 他說在這個中東地區會有大規模的戰事 這些國家會打成一團 但其實那陣子只發生了 美國狙擊了伊朗的高官跟伊朗發射的飛彈 但第三次世界大戰沒有爆發了 這個就有點不準 跟這事實不太吻合 他也提到了天然氣 黃金跟石油會大漲 但是以經濟層面來看 漲的只有黃金 所以他也有不準的時候 那當然大家可能都已經 遺忘了他不準的部分 只在想說 哇他又猜中了 他又猜中了 對不對 那這個你就會讓人家說 其實老師你認為 阿南德之後還會有在預言嗎 他有可能會在講些什麼呢 這個部分呢 他一定會在有很多 有關於這個新冠病毒的預言 然後還有包括整個世界的局勢 因為我們這樣講 這個團隊呢 他這個時間走抓對了 他已經走在這個軌跡軌道上面 他會不斷的再有很多的預言產生 那直到呢 他的預言開始不準了 他就會消失了 他就慢慢的可能就一段過去 因為我們來看這個阿南德 我簡單這樣講 阿南德他其實他本來他從七歲 他從七歲就是一個網紅 所以他對他七歲就是跟他的妹妹 就有在這個頻道裡面 就敲敲打打去唱什麼 唱佛歌 印度很多泛文的佛歌 所以他其實早就接觸這個媒體 他七歲本身就是 已經是一個小網紅 那後來因為慢慢他長大了 這個男孩子長大了 這個聲帶變了 所以他唱這個歌沒那麼好聽 後來呢 第二個階段呢 他就什麼 他就講很多像綠色食品 垃圾食品什麼綠色環保 他在講環保的議題 那這個階段呢 阿南德的這個所謂的 點閱率不高 熱度 對 熱度不高 那後來呢 他開始變成一個什麼 叫做預言家 預言家 他2019年他也講了很多啦 各位有機會可以去查一查 其實很多也不準 是剛好講到2019年的這個 有世界有一個大的災難 剛好這個新冠疫情發生 所以他變成全世界瞩目的眼光 那這個當然也是我們這個時機啦 他的時運在這個上面 他走對了 他站上去了 這個天時地利聯合 那他因為他現在來講說 他不是只有影響印度 他是全世界 大家在追捧的一個人 因為現在這個疫情沒有解藥 在這個動盪時刻 如果出了一個 類似救世主的預言家 很容易被人家注意 這個這個以 如果從商業邏輯的角度來講 那是不得了 對啊 你看這是全世界大家都說 他一有什麼消息發布 大家都等著要看 免費幫他打新聞廣告 像我們現在就在幫他打廣告 不改變 那好我們現在知道說 因為現在的疫情一直沒有結束 當然他可能 我們不猜 可能像老師講的 他還會再做一個預言 那他的預言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 老師現在你也算不出來嘛 對他不知道 但是至少說 我們知道說 他的預言可能會有一點點可怕 就像剛剛有網友提到的 文言聳聽 他會讓你嚇一下 那我們知道這個預言的時候 先第一時間 不要自己嚇自己 很多民眾喜歡算命 對不對 很多民眾喜歡算命 很多老師他會用一種 扣帽子的戲法 我們現在破解囉 扣帽子的戲法 把你唬得一任一任的 那老師可不可以請你 我們不要拆穿 但是你可以讓觀眾知道說 當你怎麼樣去聽 可以了解說 這個老師是不是在唬爛 還是這個老師真的厲害 這個部分呢 就我的經驗 還有很多信眾的反應裡面來 就是說一些命理老師也好 或者是一些 不管是通靈種種的 因為現在在網路上一堆 大家會不會懂不懂呢 反正就發發訊息 發發廣告呢 就會有一些人去問 當然啦 第一個呢 如果說呢 他一開口就跟你講的是 這些所謂的祖先的問題 家祖先 那為什麼呢 因為談到祖先 可能是你的往生的父親母親 阿公阿嬤 他跟你的人生是有交集 至少有感情的 你有感情 所以當他覺得說 他們過得不好 你不處理他不會好 你不會好 他在連帶關係 你的內心裡面會有種力量 會想要去處理 那當就是剛提到 就像阿蘭德他會 就跟大家講說 這個是全人類的 這個因果越障的問題 對他是這樣 那我們去談因果越障的時候 很多人都不相信 就像剛正凱來講 我這輩子也沒有做什麼壞事 偶爾可能闖紅燈嘛 丟個垃圾 那可能這個 這個就有一些叫違規的部分 但是呢 當很多人 他不願意去正視說 我在過去事實裡面呢 因為種種的疏忽也好 或種種的承諾沒有履限 我種種造了很多因果業障 那可能因為打仗是一個大將軍 那殺了很多人 可能是因為你的 你的所謂的工作的關係 傷害了很多動物 這個都有可能 那造了很多業障 所以造成你很多的障礙啦 可能賠錢啦 感情不順身體不好 所以他就用這個祖先喔 對 把你一路帶帶帶帶帶帶 帶到這邊 就把你扣住 那我是不是聽到他講 一講祖先我就覺得 欸你這樣子我開始懷疑 那有沒有第二種方式 可能他今天講到什麼東西 很模擬良可 也會讓老師你又覺得說 要注意這個人 那第二個呢 其實說像這些 我們所謂病理老師 也會有很多 藉著這個通靈的名義 藉著這個鮮火的名義 在做一些很不好的事情 他們基本上都會用一種 所謂的叫恐嚇的方式 就是說你這個事情 如果沒有處理 會發生什麼狀況 它很嚴重 對 那人是這樣嘛 因為你去找這些病理老師 你一定遇到了很多不順利的事 對 我的心理狀態就這樣 我順遇也不會去找老師啊 那他覺得說他跟你講 你沒有處理會有問題 會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你就有壓力 你就想說我已經很不好了 如果再很不好的時候 我應該怎麼辦 所以呢他會先打破你的心房 某某某跟你說 這個順便老師很準 你去聽他講 他開頭就說你主線有問題 你家主分不對 接下來就講你不處理 哇這個到時候會衰衰衰 甚至有車關 接下來就跟你講說 來結緣價6600開道服給你 這個部分你就要稍微思考了 他提到這個所謂的主線問題 再來就提到說不處理會怎麼樣怎麼樣 哇 講得很嚴重 接下來就是推銷產品 這個SOT我們就要訴一下 這SOP的部分 你就要開始思考 這個老師 我們不要否定他 這個部分 我們沒有否定印度神通 但是我們要理智看待他的一些預言 那老師您覺得這部分來講 未來印度神通 還會繼續再做預言吧 因為他這兩年 其實他也算是一個全球風風洞的人物 他的團隊也好他本身一定會繼續的 發表一些對未來 對這個世界動盪的局勢 包括這個疫情 種種的這些預測 那這個呢 因為他目前這幾年 他應該會持續大量的 放出這方面的訊息跟預言 那這個當然 這個就要時間去證明 就是說他後面的團隊 是不是能夠一直延續的 這麼精準的去預測 然後呢 這些全世界目前的 這些種種的一些狀況 因為我覺得他這個預言 第一個他也很大談 因為他因為預言本身 你說事後諸葛 那個都沒有很意思 直接講時間 只是說他講的就我剛剛提到 他講災難這個名詞 就太過籠統了 太過度了 influencer 就開到 應該就好 而是 友善 最如果沒用 都有 Bueno 真的